有一块长84公尺,宽70公尺的长方形土地 地主想将这块土地全部分割成大小一样的正方形 而且这个正方形它边长的公尺数都是整数 那这个正方形的边长最大会是几公尺呢? 可以分成几块正方形土地 我们来看一下 土地要全部都分割成大小一样的正方形 那我们先来画个图 这是个长方形土地 长84公尺,宽70公尺 全部都会被切成正方形哦 所以切起来会长这个样子 每一块都会是正方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长方形的长 它被切割成正方形 这每一小段是不是都是正方形的边长 所以由这一个图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长方形的长 是不是会被正方形的边长刚好评分掉 评分成很多块 那长方形的长 那长方形的长能被正方形的边长来评分 代表84公尺 长方形的长 除以正方形的边长 因为会被正方形的边长评分成那么多块 所以结果会是一个整数 看到这样子的算式 我们心里就要有想法了 正方形的边长在除数这个位置 所以正方形的边长会是84的因数 同样道理 我们来看长方形的宽 它是不是也刚好被正方形的边长 评分成那么多块 长方形的宽 会被正方形的边长给评分 写成数学算式 是不是就代表 宽70公尺 除以正方形的边长 会被评分 所以也会是整数 因此 这个算式也要让你发现到 正方形的边长 它也是70的因数 那借由这两个算式 你是不是就要有感觉了 正方形的边长 既是84的因数 又是70的因数 所以它就是84和70的因数 但还没那么简单 我们来看看这句话 它不但要求这个正方形 这个正方形的边长 还要是最大 所以这个正方形 所以这个正方形不但是84和70的公因数 还要是最大的那一个公因数 因此我们现在就来求84和70的最大公因数 都是偶数 用2来除 84除以2等于42 70除以2等于35 再来 一个偶数 一个基数 不能用2 用3的话 35除以3也除不进 5也不行 因为这个是2 不是5或是0 接下来7 可以 42除以7等于6 35除以7等于5 户值了 商数户值 我们就不用再继续算下去 把所有的除数相乘 2乘以7等于14 因此正方形的边长最长是14公尺 那全部可以分成几块正方形土地 我们先看看 长被分成几块 长方形的长可以分割成几段呢 长方形长84公尺 每14公尺分成一段 所以可以分成六段 一排可以分成六段 那总共可以分成几排 我们拿宽来算 宽70公尺除以14公尺 总共可以切成五段 所以这个长方形 一排可以切成六个正方形 总共可以切成五排 因此总共就是六乘以五 等于30个正方形土地 在给市场 data 中文字幕转好 不得翻误 不得翻误 就是三个正方形土地